哈喽屏幕前的各位同学各位家长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小学奥数举一反三五年级第三十九周的内容 我是佳佳老师 那么这一讲我们要来讨论的是推理问题 那么一说到推理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脑海当中立马浮现出一个非常厉害的职业 什么职业经常在做推理 是不是很厉害的会破案的侦探 好 那么我们首先来看这样一个案发现场 看看你能不能发现这张图里是什么样的线索 这个案发现场说某人外出旅行回到家 发现自己家里的这个房间里的抽屉被翻的乱七八糟 那是不是他不在家的时候 有可能有小偷进来过 好 所有的抽屉都被翻开了 那么请问你能否从这张图里知道 这个小偷他是怎么打开的抽屉吗 他是按照什么顺序 是从上到下的顺序 还是从下往上的顺序 看一看你能否通过这张图来找到小偷的作案顺序 好 看到了有同学要选A 各位同学也选B 我们来公布一下答案 恭喜选B的同学 小偷是从下往上打开的 有同学就说了 这个不都打开了吗 和顺序有什么关系呢 注意啊 如果你是从上往下的顺序 我打开第一层的 然后再打开第二层的时候 我其实看不见第二层里的东西 我得先把第一层关上 再打开第二层 然后关上第二层 再打开第三层 最后的结果应该是前三层都关上了 只打开了第四层 这个是从上往下的结果 那么我从下往上就不需要关 直接打开第四层就能看 然后打开第三层也能看 然后打开第二第一层都能看见 那这样一来 好像这个小偷 他还是一个惯犯 他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 把这四个抽屉里的东西全都翻一面 好 那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 要通过一个图 或者通过一些线索 来推理出一些结果 好 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推理问题 首先来看一下今天的王牌立题 第一问 第一问说 现在有八个球 编号是一号到八号 其中有六个球是一样重的 还有两个球都轻一刻 那么为了找出这两个轻的球 我们用天平称了三次 结果如下 第一次是一加二放在天平的左边 三号球和四号球放在右边 我们的结果是一加二比三加四要重一些 那么第二次呢 第二次是五号球六号球 比七号球八号球要轻一些 第三次呢 第三次是一号三号五号 和二号四号八号一样重 好 那么请问通过这三次称重 你能否确定这八个球当中 哪两号球是轻球 好 我们自己来思考一下 那么这点问题 首先呢 你要从每次结果当中 想想看能不能推理出一些可能的情况 好 那么为了方便我们呢 找到里面的结论啊 我把刚才屏幕里讲到的这些文字啊 我们来整理一下 首先第一次啊 是不是一加二 他比三加四要重啊 那我写一加二大于三加四重量 好 那么我请问啊 哪里有比较轻的球 是一加二里面有轻的球呢 还是三加四里面有啊 肯定是三加四里面有 对吧 这样的呢 三和四的总和才会比一和二要轻一些啊 那么这个三和四里面有几个呢 至少有一个 有没有可能有两个 目前看啊 也有可能 有可能一和二都是标准的 三和四正好都轻一克 那也满足一加二大于三加四 总之是三四中 必定至少有一个 星球 对吧 那么再来看第二次啊 第二次是五加六 五加六 要比七加八轻 所以小于七加八 好 那到这儿你会发现什么 和刚才一样吧 哪一组比较轻 说明这一组里面必须至少有一个轻的啊 也就是五和六中 同样 必定至少有一个较轻的球 诶 那到这儿你会发现啊 因为轻的球啊 只有两个 那么很显然 应该是三和四当中有一个 五和六当中有一个 那剩下的一二和七八那肯定是什么 标准重量的球 好 那么三次当中到底哪个是呢 五六当中到底哪个是呢 我们就要看第三次承重啊 第三次说 一加三加五 等于二加四加八 一三五的和等于二四八的和一样重吗 那你来分析一下啊 哎 这里面有关键的三和四啊 还有五 注意啊 三和四之间只有一个是轻的 你觉得哪个是轻的 如果说三是那个轻的啊 呃 那么左边有一个轻的 右边也得有轻的 但是三如果是轻的 四就不能是轻的了 因为三四中间现在是只有一个 对吧 好 所以三肯定就不能是轻的了吧 那么四就是轻的 当四是轻球的时候呢 左边呢 正好有一个五 那五也是轻的 好吧 所以这么一来你会发现啊 原来八个球当中 轻球是哪两个 答案是不是四和五啊 能同时满足前面三次称重的结果 大家明白了吗 好 那么我们在推理的过程当中注意啊 如果你碰到一些不确定的地方 那么你就可以进行一些假设分析 如果你的假设推导出一些矛盾 或者说能够出现一些不可能的情况 说明你的假设呢 就存在了问题 好的 各位同学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摇身一变的这个例题 这个题说某商品的编号是一个三位数 现在呀 有五个三位数 874 765 123 364 和925 那么其中每一个数啊 与商品的编号 恰好在同一数位上有一个相同数字 什么意思呢 就是比如说商品编号啊 比如说123 123啊 那我来一个三位数啊 来743 你看这个时候叫做这个三位数与原来编号的三位数 是不是在个位上正好是相同的数字啊 这个就是满足条件的叫做同一数位上有一个相同数字 好吧 那我再来写一个啊 比如说比如说734 这个满足吗 哎 这个就不满足了啊 虽然有三一样 但是没有在同一数位上 那再来一个啊 比如说623呢 满足吗 注意这里同时有二在十位上 以及三在个位上相同 这个也不行 因为恰好 表示什么 只有一个数在同一位上相同 好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来找一找这个商品编号是多少 那换句话说 就是我们来找一找怎样的一个三位数 他能够刚好和这五个三位数中的每一个都有一个数字在同一位上相同 好 那么我们就来分析一下啊 这五个三位数有什么样的特点啊 874 765 123 364 925 乍一看呢 好像这个风马牛不相及啊 但是你仔细的观察一下啊 你会发现个位上好像有两个4 然后呢 两个5 还有一个单独的3 好 那我想我希望我这个编号的三位数啊能够和这五个数都有一个位置上的数字相同 那我们个位上可不可以先来解决其中的两个呀 那我个位上先来试一试 如果个位上是4 是不是意味着这里和这里和这里这两个数已经满足条件了对吧那我们不妨来试一试啊个位上是4好他们俩满足了就不用考虑了 那么十位上呢 十位上哎 这里有2 这里有2 呃 那么我是不是应该试一试2 如果十位是2啊 这个数也满足了 这个数也满足了 那百位上呢 只剩一个765 那注意百位上我就来一个7嘛 好吧 所以呢 这个7和这里的7也满足了 答案就是724 好 那么又有同学说老师我能不能试一下刚才我们说个位上还有一个5啊 那你看一下 如果个位上我们填5 有没有别的答案 想一想啊 各位如果是5 那这个数满足了 这个数也满足了 我们再来填十位 十位上现在还有三个数需要去满足相等啊 这个是2 这个是6 这个是7 可以填哪个呀 思考一下 能不能填2或6啊 一定不能 为什么 因为在已经满足的两个个位是5的 和数当中它的十位分别是2或6 意味着如果你现在十位上填6 那么这个地方765会同时出现两个数位上一样的数字 明白了吗 所以十位上目前看只能填几只能填七八八百七十四先满足了 那这样一来会碰到一个问题 就是还剩两个数需要满足到我只剩百位了 而这两个数的百位又不一样 那你填1的话 它不行 填3的话 它不行 所以呢 个位是5这种情况啊 最后去掉 它没有满足条件的答案 那最终答案只有一个啊 七百二十四啊 大家明白了吗 Salt 雷 靠子 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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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